哈囉,這是一個藍牙耳機 我用了三年多了 那之前就開始 它這個表面本來不是白的 是應該這個灰色 那它開始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變紫 然後就開始掉屑屑 然後 就變得很醜 那我最後把它全部都剝掉 想說 要不然就白色 可能比較好看 但是戴起來毛毛會刮 不是太好 所以想說這個耳機大概沒救了 所以就 本來打算買一組新的 結果上網eBay找到 發現其實是有 這個代替品可以換的 所以覺得不妨買 買一組回來試看看 那 才發現這個其實很好拆寫 以前想說這個東西大概是做實的 但是我現在猜一次給你看 這是舊的 你就大力往外撐開 你會發現其實它就只是一個 它就只是一個套子 套在這個 這個耳機上面 那 要買的時候注意 我這個直徑是5公分 所以我也是買一個大概是5公分的 那 那 要注意的就是說 它這個裡面那個內徑 這一圈 我這個是3.5公分 必須要是小於這個 才可以套上去 那注意的話 就是現在市面上 基本上有兩種 一種是這個裁縫線 是跟裡面這一片海綿 黏死的 如果是縫死的話 你翻不開 翻不開 你就沒辦法套在這個上面 那 很多都是便宜的 就是它是黏死 然後附給你一個雙面膠 在這個周圍 讓你就是直接黏上去 但是 我不知道那種雙面膠的效果如何 所以我就 找到這個是可以Fully Open的 就是它是可以整個翻起來 那很容易 就是剛剛怎麼拿起來 就是怎麼裝回去 我們一樣就是沿著 這個把它塞到 塞到這個縫 稍一個縫之後呢 就沿 繼續沿著 旁邊 周圍全部都進去 如果真的不能進去的話 你就拿一張舊的信用卡 或者是那個 像 或者是拿一個這個 桃耳朵的 桃耳朵這個你就是沿著縫給它 給它 給它戳進去 一樣是可以 有時候給它大力 大力左右戳一戳 讓它能夠塞進去那個縫 基本上就不用再買一組新的啦 這個感覺雖然 顏色跟原來的不一樣 但是 也不錯 至少不用再換一組新的耳機 那這個是我在ebay上看到的 一組才花了我奧比3.5 這個是直徑5公分的 所以 就這樣 很成功 另外 詞曲 李宗盛